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即时启动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监测调度 以完成储备争处任务为基础 积极组织区外粮源进账 坚持线上订购与线下配送相结合 强化市场监督检查 确保了群众米袋子供应量足价稳 同时协调相关部门紧急调拨帐篷折贴床等应急物资 有效满足了有关方面 核山检测干部下沉 安置群众隔离防护 方舱医院设置床位等需要 目前我区粮油和应急物资 市级储备库存充足 品类齐全 供应链畅通保障有利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夯实供应粮源 优化配送流程 加强服务管理 全力做好粮油供给和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